杭州的一家路边它螺丝粉火到什么程度 这么多人只是等一碗螺丝粉 等了一个小时终于等到了 红油里面裹一裹 杭州大降温 杭州的天气真的是满20-20 昨天还有20几度 今天只有4-5度 但是怎么样都抵挡不了吃货的热情 我今天找到一家保障路边摊 螺丝粉路边摊 对 螺丝粉 谢谢 一个螺丝粉火到什么程度 它连摊子的还没有住 已经排到23晚了 它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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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摊位同时卖螺丝粉 这么多人等着螺丝粉树摊 待会为了吃也太贫了吧 这是他们的家务表 这冬天里才有的温度 有翁菜 哦 翁菜 这是我的吗 要寄你的 我要爆辣 你是要爆辣 嗯 爆辣 你们爆辣辣吗 哦 辣 好 爆辣吧 它满罐炉4分 这是豆腐条吗 对对对 这是辣椒油啊 这个是爆辣的 哇 这爆辣这么红 想要料另外给我撞了一碗 迫不及待了 等了一个小时终于等到了 味道超级浓郁 粉也特别软 真的好吃 快点害人这么多 味道真的可以 感觉比在柳州还要好吃 炸蛋 这炸蛋吸饱汤汁了 这棒它挺辣的 它真的很爽 你看它这里有饮料卖吗 豆腐条 好香 有点辣是不是 我们有那个醋的 我叫它爆辣 是有点辣 自己调的醋啊 对的对的 这个醋也是保湿击过来的 这个辣椒也不辣的 应该会很开胃 是的 我们就觉得这是灵魂 这是灵魂 好 谢谢 他们这个连醋都有自己做的 都从管西带过来的 嗯 真的好吃 小姐姐说的没错 错是灵魂 虽然它只是个螺蛳粉路边汤 但是我觉得它比 杭州大部分螺蛳粉店味道都要好 刚才觉得还很冷 现在一下子就暖起来了 有做螺蛳粉的精髓 翁菜 真的好好吃 骨皮鸭掌 一鸣脱骨 这鸭掌超级细枝啊 他们爸爸还是挺给力的 这勺子不太逼劲 我们包里翻出了这个 哇 他们家的猪蹄分量好足啊 这么大 我用里面裹一裹 嗯 真的香 这猪蹄聚盆收 感受一下这个猪蹄 干干净净 感觉在寒冷的冬天 坐在路边 说一碗爆辣螺蛳粉 真的爽 下外面只有4多 我吃出汗了 卤蛋 这碗加的醋真的绝 非常奇怪 我今天是开车开了40分钟过来吃的 如果这个碗并不是太远 可以天天过来吃 好卖力 声音真的太好了 这真的是我在海洛搜最好吃的螺蛳粉 超满足 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做的隔了有多近 反正是个孔幼饭 好了 那我们就要吃了 喜欢吃饭的话 记得点赞 评论收藏 我们顺便见 拜拜 人也越来越多了